迈入第17年的公车友善新运动 今年起跑记者会首次结合校园宣导 邀请民权国小学童一同参与 运用新型电动公车 让学童实际体验 了解视野思交等相关知识 并教导学童搭乘公车的安全行为 包括搭公车要招手、握扶手 行人远离大车四周等安全守则 深化学童交通安全意识 要招手、握扶手、远离大车四周 就是前轮它会先到某一个位置 但是因为后轮 因为大车它车身比较长 所以后轮它会在不一样的位置 所以就前轮你觉得它在比较前面 但是后轮它会比较接近 平常上课、上健康课的时候 老师都会教我们 也会看一些介绍有关这些知识的影片 让我们更加了解 有时候公车的内轮差很容易让我们发生交通事故 因为当你觉得前轮离你很远时 你都会没有注意到后轮 就容易被后轮撞到 公车不断地在净化我们的设施设备 到现在很多先进的辅助系统 都给我们乘车安全上面有很多的协助 但是最重要是我们所有的运转同仁们 我们的运转司机们 在这个公车上面服务乘客的那颗心 一直都没有变 永远都是站在对乘客提供最好服务的角色 运用这些好的设施设备 给我们的乘客有一个好的乘车的饗宴 也可以给乘车的安全 那今年呢也是我们在倡议的交通安全年 人本交通对行人安全 以及我们乘车安全的守护呢 是今年我们特别着重的主题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不断地要去倡导 叫做在行路环境 甚至我们好的一个乘车礼仪 所以今年呢 我们特别用这样的一个系列活动 从今年开始起跑呢 我们进捐这边会协助 跟我们所有人员工业业者 有一系列的活动 甚至在9月呢 我们还会继续的再进入校园呢 让我们的所有学生们都可以知道说 好 怎么样跟有一个好的一个乘车 所以今天我们也会 尽用这样的首次的进入校园的宣导呢 跟我们的所有的国小的小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学习 什么样一个好的一个公车 搭乘的礼仪 因为好的一个乘车的习惯 你才能在上车 乘车跟下车的过程中 一路安全畅行 所以在等公车的口诀上面 我们要举手 然后要握扶手 而且在公车大车的四周围要远离 这样的一个口诀呢 希望能够所有的小朋友 都能牢记在生活当中 所以在不管上车 乘车跟下车 都能够一路平安 接下来小朋友即将面临暑假的时间 会有大量的一个时间 是在社区里面移动的 因此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时间 也会变多 那另外呢 因为我们公车的视野死角比较多 那我们也藉由这个进校教育的一个服务 让小朋友藉由实际公车的一个体验 来理解到我们在乘车的时候 包含等公车的一个位置 上车之后应该要自我保护 握好扶手的一个方式 那以及下车之后 知道要赶快远离大车 因为车辆有很多的一个死角 那孩子呢 我们都是借由体验来进行学习的 所以在这个公车的一个进校活动当中 就可以让他们借由 坐在驾驶座的一个视角 来看看原来大车 有这么多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 有这样的学习之后 其实未来呢 他们就会懂得如何跟大车 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 能够增加自己的安全性 9月下旬起 驾驶员也将化身安全大使 进入台北市各国小校园 让不同年级的国小学童 可以学习到搭乘公车的安全知识 透过持续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 112年公车为交通事故 主要噪音的比例为3.86% 较前一年度下降1.1% 乘客主动回馈优良市基建数 更有将近4000件 其实这个部分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 第一个部分是像我们公车 今年度以台北市来看的话 我们一方面提升驾驶的一个 对于职业的认同跟负责的一个态度 所以有这个颁奖典礼的一个鼓励 那其实从去年度的一个数据来看呢 因为公车为主要噪音的一个事故比例 又逐渐下降了 所以其实公车驾驶们 他们自己在对于自己职业的要求 也有所提升 那另外一块就是我们希望 能够带起的一个社会风气 就是乘客跟驾驶之间良性的互动 那这部分在17年的努力之下呢 就是在去年度这个民众主动去回报 相关单位驾驶优良的一个事迹 也增加了一千多件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民众在这个 互动的一个引导之中 也看到了驾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辛苦 以及对于他的工作负责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保护乘客的心 还有服务的这个热忱 其实有让民众看到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果效 其实对于这个活动 长期的一个耕耘来说 就是最好的一个印证 公车友善新运动 多年来持续投入宣导志工服务 已触及近四万六千名学童 今年度也搭配主题 为爱启程安全运转 推出一系列活动 包含网路留言活动 人气驾驶票选活动 安全友善公车尽效宣导 优良驾驶颁奖典礼等 共同营造有爱的乘车环境 记者领带会台北报道 晚安 两天 说完